OK!這禮拜就要來教你們上次欠你們的ITBAN跑者膝訓練啦 那我今天會教大家三個動作 讓你輕鬆就可以告別你的跑者膝唷 那你記得我們上次講跑者膝造成的耗發原因 通常都是因為你的臀中肌、臀大肌太緊繃 或者是擴肌莫章肌太緊 導致你的空間不足 開始產生膝蓋、側邊會有疼痛感的情況出現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大家 要怎麼樣訓練你的臀中肌、臀大肌 讓你在肌力變強的情況下 就可以輕鬆的告別你的跑者膝啦 OK!我們第一個要教你的就是最輕鬆強度最低的臀肌訓練 那你要先找到一個平坦的地方 在這個平台上躺下來 躺好之後呢 待會的動作我們要做夾緊屁股、臀中肌內縮往上夾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的目的就是訓練臀中肌、臀大肌用力 那你可以在這樣往上夾的時候 維持3到5秒鐘 3、4、5 放鬆 往上 3、4、5 放鬆 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持續每次3到5秒 甚至接下來你可以把強度漸漸的提高 從5秒變成10秒、30秒 甚至把難度變強 從原本的直接往上夾 加上單腳上抬 回來 上夾 單腳上抬 回來 下來 這樣的訓練呢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囤肌刺激 來幫助你輕鬆的告別跑者膝喔 OK 第二個動作呢 要教大家的是稍微把強度提高 那這個動作有點像單腳硬舉 徒手的方式來訓練你的臀肌刺激 待會做單腳站立 另外一隻腳可以輕鬆放在單腳站的旁邊 待會你可以用手來平衡你的身體 向前延伸 當你屁股覺得最緊繃的時候 就回來 慢慢的往下到最緊繃的位置 回來 往下到最緊繃的位置 回來 那這個動作記得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腰桿不要往下掉 記得是打直的往下延伸 當屁股最緊繃的時候 讓身體回來 那這個動作的訓練目的一樣是刺激你的臀中肌 臀大肌可以有效的進步喔 那這個動作可以每次在做單腳往後回來的情況下 持續10到15下的動作在換邊 那透過這樣的訓練也可以有效的幫助你進步喔 接下來第三個動作呢 也是難度稍微比較提高的訓練啦 這個動作呢要教大家做的是 往後的弓箭部分 就是往後 回來 往後 回來 透過你的身體自身的體重往後的情況 加強你的肌肉伸展性 再用力量把它撐回來 慢慢往下延伸 回來 往下延伸 回來 這樣的訓練效果 也可以刺激到你的臀中肌臀大肌有效的進步 來避免你的跑者膝上升喔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 簡單告別跑者膝的三種臀中肌臀大肌訓練方式啦 希望你們可以喜歡 那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還有喜歡並且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對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了相關跑步課程 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 訂閱 按讚 訂閱 過去 我們有個期望 影片 應該是